還不是我第一名? 嘩,剛才我們玩排位賽 NO!NO!NO!不要立費,不要立費 喂,裝牆,裝牆 Hello YouTube,我是Jason 我今天跟大家玩這個手機遊戲 是這個跑跑卡丁車Rush Plus 今天跑跑卡丁車,如果是同學有下一年多大的觀眾 可能應該都不陌生 我都不是小時候 我都22,3 我應該是21,2歲的時候跑跑卡丁車 當年就非常多人玩 我以前有玩過,但我不是一個玩得非常精靈的人 但我知道有些玩得很厲害的人 是真的可以出去參加比賽 但我們今天玩這個 是手機版的跑跑卡丁車Rush Plus 我現在已經玩到Nv14 我想說這個遊戲 我初初我以為是很容易玩 但玩完之後發現原來是很困難的 現在我的排位賽我打到白銀3 其實也不是非常高的排位 因為到今以上才是真正開始的 我簡單告訴大家 大家就知道這個遊戲是玩什麼 顧名思義當然就是這個賽車遊戲 但是賽車歸賽車 這個遊戲很可愛 但不知道為什麼是難玩得很重要 這個遊戲有些基本的操作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起跑的時候是有Turbo Charge的 Turbo Start 然後其實有一些基本的操作 必須要開始時去做 但是我就不太行 所以oh shit 啊,P gek了一題 我是不是第一位?我第二位 有折擊 Yeah Nice 我第一位去哪裡? 那麼快? 對嗎? OKOKOK 後面有頭跟著我很緊 啊! 大家看到有時候我直路的時候都在嘗試飄移 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中間黃色那條巴 黃色那條巴其實是用來儲這個飄移的 飄移的淡氣加速 那你飄移的時候才能儲到淡氣加速 但是我發現我現在真的很廢 第三名 大家看到那些跑跑什麼什麼的名字 那些應該全部都是電腦玩家 因為有時候我們低排位 低排位的時候 就不是有太多真人的玩家 所以低排位主要都是電腦的玩家 但是現在第一二位兩個人 很明顯都是真人 很明顯都是 糟了 我怕我會完成不了這一局 OK不錯 這個彎出得好 兩次淡氣加速用來出這個彎 但是這個彎我每次都會飛出去 很危險 OK 糟糟了 我會完成不了賽事 結果原來我們沒有完成 是完成不了 這個遊戲真是很難玩 嘩 只有他一個人完成了 哈哈 其他人全部完成不了賽事 這一個是這個遊戲最基本的玩法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又不斷炒車不斷撞牆 因為這個遊戲我現在還沒玩到 我玩了三天,今天是第四天 我還沒玩到 但這個遊戲除了排位賽之外 其實是有些簡單一點、輕鬆一點的 就是這個休閒模式裡面 休閒模式裡面有些道具賽、接力賽、無限加速賽、搶金幣賽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道具賽在地圖上會有一些問號 你撿起來之後就會有道具可以用 你可以放一些水炸彈、導彈、防護罩 之類很多不同的道具可以用 這個休閒模式比較適合跟朋友一起玩 會比較開心一點 我成功攻擊那個人 這個除了用道具去炸人之外 同時也需要去競速 有人炸我 我受到攻擊玩 我撿起來 我拿不到道具 有了,金幣有 導彈 炸潛的時候 我是什麼隊 我是藍隊 搞錯了,藍隊 為什麼沒有黃隊 藍隊 但我們現在排第二位 但是紅隊排第一 排第一位 排第一位 欸,瓷石 瓷石 我身材 我的隊友呢 有 abandon 我看到他後面 不是 快快快快快快快 又放上天使 天使也是 都抜 這一下真的是水炸彈 閘不中 最後一圈 他是不是在前面?他是不是在前面被我捉住了 但我起碼都要弄到他兩次才能追到他 放蚊,放蚊有什麼用 超越 還不是我第一名? 剛才我們玩排位賽 不要立即 裝牆 抱蚊 有沒有道具? 攻擊 林美 我以為自己可以 怎麼搞的 唉呀 剛才撞場 不撞場就贏了 總之一個人 整個隊伍裡面有一個人衝線 就對於贏了 頭三位 全部半秒內衝線 超 除了這個休閒模式外 還有一個計時賽 計時賽就是這個 Time Attack 但Time Attack 我就不展示給大家看我自己的 大家可以看看高手 因為他這個 如果你選擇去到全區的時候 你可以看高手的replay 我給大家看其中一個 大家看到高手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和我這些低手玩的時候 的分別是怎樣 大家看到他有很多不同的技能 很多不同的技巧 他們全部是為了 右下角的表演出來 還有他們怎麼按鈕 怎麼過彎 這些全部是可以用來參考 但我想說的 那些技能真的很厲害 不是開玩笑 他們每一個彎 是過得很準 而且你過彎的時候 因為你要飄移 你才可以儲到那個 淡氣加速 所以他們是直路都會左右飄 來儲這個淡氣 然後過每一個彎的時候 他們是用淡氣加速來過 一出彎又淡氣加速 在直路又淡氣加速 在直路又飄移淡氣加速 是很厲害 所以我看這些高手玩的時候 我看他們玩兩回事 我覺得很自卑 為什麼這些技巧我做不到 除了剛才我們那些賽車之外 其實這個遊戲 還有一些比較上更加優閒的模式 就是這款錄之後會開的小屋 我們可以到處走 可以到處跳一下 但是最主要就是 它是有得玩一些小遊戲 我們可以玩這些 歡樂翻牌 暴走招皮 瘋狂躲車 這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跑跑卡丁車Rush Plus 如果你是喜歡競速類的遊戲 這個遊戲是值得一試的 今天影片我們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大家想下載這個遊戲 記得利用我們在這個說明欄中的連結 去到下載 我們下支影片再和大家見面 就這樣 拜拜